我不知道我说什么 我可能 我可能就想看看他 他是在那边是吧 我听到了 听到他哭 就想看看他 他就想看看他 他就想看看他 中文字幕翻唱或订阅 你们太坏了 笑什么 我还笑你呢 你笑我 笑啥 就没见过你穿上过这种衣服 对啊 之前不是看到我一套 哪套啊 就那次去逛街 我不是说我想穿那个 你说可以试上 然后不是没穿吗 然后昨天去逛的时候 有一套这个 我说啊 竟然有连体装可以穿 不穿 我呢 依旧 适合你的风格 要穿马丁鞋了呢 显得高 没事 你也不比 染头发了 没有 就上次染的 一直没动 不错 真的 嗯 嗯 我就想到我跟你分手后 就我改过一个个谦 叫做个人间清醒吧 我跟你说实话 我当时改清醒是种罪 不是因为看到你改了二次看到 不是看到什么 对 我后来才看到你又改了那句话 我还以为你是在回应我呢 恰巧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这 这一年多一手好牌打的稀嫩 害怕自己会成为那种明明都 明明都看得很明白却依然没过好的那种人 我之前都成宅男了 天天宅在家里 每天都早上在睡 好 给你发消息睡着了 是你吧 那天发消息恰好我就不通宵了 那几天真的 那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每天到十一二点就困了 就睡觉 行吧 对 你老觉得我是不回你信息 我有啥不回你信息的 但是你的晚安 我知道仅我可见 那你怎么知道呢 你不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定个位 都是想找人吃饭吗 又怎么着呢 然后我发个什么晚上睡觉早安就是 就是就是什么什么 嘴欠 你也知道你嘴欠 你也知道你嘴欠啊 那你会啥嘴欠呢 我不嘴欠就不是我 小弟弟喜欢你嘴欠吗 天天女儿喜欢你什么 我不知道啊跟我没关系 微信都上了 还有手机号特地给你了 给你发个消息呢 祝福了 我要真有啥的话 你觉得是你管我 或者你查什么 你嘴欠能管得住的吗 你觉得我是吗 一样啊 我查过你吗 我没有吧 我也没有 你查得少啊 哎呀我又没有你密码 然后你给我这个契机呢 你又不是天天 你又不是天天 你又没有天天偷描描到我的密码 然后睡觉的时候看啊 我就没有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密码 姐姐你不认我吗 干得怕了 谁让你不理 你也不去看她 不许看一样 跟我可亲了 每天黏着我 好几个也没见 都忘了我的味了 肯定就不认了 我怎么会有这个环节啊 尬聊环节 我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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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天天更好呢 你天天开心着呢 你可别瞎说了 你不知道 女孩子刚分手那几天可难过了 我也很难过啊 你觉得我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很嗨是吗 你知道我很难过吗 我不知道啊 那我告诉你了你也不信啊 对啊 那我还会找你呢 每次我难过我都会找你 你难过你也不找我 你就说吧 我的难过来源于你啊 我是来源于谁 别人 那你 那我给你发信心你不回我 然后那个时候又说几天不说话就不说话了 你自己也说 说 哎呀 反正都这样了 就轴那一下干啥呢 那你轴那一下干啥 你就不能主动给我发个消息 我给你发的信心你不回啊 好吧 那你 你说 你给我点奶茶之后 你觉得我会找你吗 你当时觉得我 我当时没想着你会不会找我 那你为什么 就觉得分手了之后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事情 不是 你不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做吗 对啊 但是那已经分手了 你做那些事情你就会让我觉得 你可能想跟我和好 但是你又拉不下脸来找我 你不觉得我不会做吗 那我就做了 该做的时候不做 之前三年不做 分手 我那一会儿就开始想做了 我对不起你 我亏欠你 那不是的 那也不是的 那是什么呢 那我也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 有啥不能装的 马上遇到他们就是在节目当中 对啊 有啥不能装的 一见面你就能跟我装作不认识 你能吗 我可以啊 那你可以我也可以啊 你可以我当然可以 我相当可以 不错 如果你真的要再谈恋爱了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 能顺着你 不跟你对着干 然后能包容你所有的 照顾你小情绪的 照顾你小情绪的 但不管怎么样 就即使是不是在这个节目也好 还是在以后也好 你真的再有喜欢的 或者要再开始了 我是希望你能快乐 不要再哭了 我 我 你 你 你 那